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跨越十个年设计 可能差一点的就是跟风 就是跟潮流 一年两年了 十年以后你拿出它的设计东西 你觉得我当年野光怎么这么差 怎么会买它这个东西 但是大四级的人物设计出来的东西 十年以后你拿出来说 哇真的是经典 很漂亮 这颗壳不帅 真的是经典 这就是大四级了 它因此它不会过时 还有就像这种设计 其实潮流是真的很 这种是高速设计 没有款的宽的叫5 很漂亮 我就不跟你比 你不是款式不代表吧 我就和平素质 黑白 我不跟你打这个款式的变化 我就不比 就不接招 你知道吧 你款后博 长短 你里边怎么变我 椭圆的 我就和平素质 我永远就和平素质 那些苹果手机 黑白 经典 如果剩下的 已经不是乔布斯的东西 你再过来 如果有色彩了 有东西的话 那已经走向快走向默了 就从设计里面 它已经错了 它已经完全 完全不在这个无尾 就说现在的苹果 不管它是未来出现什么 它已经在用它的手机来适应市场了 而不是 而乔布斯是一个大世界的人 是坐在那儿 让所有的人适应他的思想 我就这样子 这就是超理 我出来的就是超理 好 所有的人慢慢就认可 这就是超理 但是现在你是 哎呀 你们喜欢什么 大家 大家喜欢金色的 大家喜欢红色的 大家喜欢粉色的 好 我这一块粉色的给你 就是用你的设计 去适应它的想法 因为纵口难求 你怎么能适应 总有人骂你的 是吧 但是就像这种无尾打的 没有品牌的 没有款式的 款式的这种 让所有人跟风 它越是跟着你的思想走的 这种设计 这种设计就是大四手臂 对你这样子设计 然后比如说你做一个服装品牌 或者做什么 你要根据这种理念走的话 你做少十年 你连续做 揭持不懈的慢慢做 你就能做起来 但没有说做不起 不可能一开始就成功 你慢慢做 但是你的理念要懂 这些 但一开始可能会失败 就是就像你 你要是说 你要是永远是符合 让你的思想去迎合你的客户的话 你总是开始能赚钱 赚赚赚 你永远行不出你的风格和品牌 但是你通过你的努力 然后让思潮来去 去应你的思想的话 这个就形成个性了 就形成你的风格和品牌 然后但是这个一般 刚开始肯定不行 一般都需要时间 那时间好 你找什么 你带来 我肯定是他 在这种秘密的滚 在这里 有没有道德 想法 那种巨大的 但是它想是 所有人都要做 银瓶 跟工匠 一种 肯定是 优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